小乐高带来去 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乐高悟空小侠的产品 今天来看的是80015悟空小侠云霄跑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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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这一盒乐高悟空小侠系列80015悟空小侠的云霄战车完成了 这一盒乐高悟空小侠80015云霄战车呢 是乐高于2020年8月推出的悟空小侠套装当中的一个 它一共有659片乐高积木构成 里面还包括有5个人赛 官方定价599元 当然我们通过取它起到入手 大概300多元 那这个性价比粗看上去似乎还可以 然后我们在搭建的时候 也感觉到这里面的机关似乎应该还不错 但它具体玩起来到底如何呢 我们还是先从人载开始看 这个呢 是里边的主角人载 悟空小侠齐小天 那这个齐小天并不是独占的人载 这个形象的齐小天 你会在80013 就是那个海上万年基地 以及80012 就是那个大大的悟空机甲里边 看到这个人载 这是他第三次出现在悟空小侠的套装当中了 这个人载呢 也是两面的表情印刷 一面是类似于像孙悟空的 这个红屁股表情 还有一面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悟空小侠的表情 看上去还行吧 这两个呢 是这一套里边的酱油人载 这个万千成的平民 一个小成一个小王 这两个人载都是两面的表情印刷 我们小王这个头应该是没拆下来 一面是一个惊慌的表情 另外一面是一个略显无奈的表情 而小成呢 这一面是一个开心的表情 另外一面呢 依旧是一个惊慌的表情 那惊慌的表情不需要多说 肯定是看到那两个反派了 这个是这一套里边独占的反派人载 银角大王 你可以看到他胸前A印着一个银字 反过来 他背后呢 有几根背带 然后注意看他背带下面这边 猛的看上去 有点像游戏机手柄的那十字剑 一身蓝色的皮肤 再加上这一个头饰 看上去这一个银角大王 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凶狠的角色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也是两面的表情印刷 一面是一个歪嘴 邪笑的表情 另外一面呢 是一个愤怒的表情 还有个独占人才 就是这一个银角大王 那这个银角大王 我们得把镜头稍微放远一点 他胸前呢 自然就是一个金字 然后他后面背着的是他的一个飞行器 手里拿着他的葫芦 他浑身上下呢 是一个橙色的皮肤 两面的表情印刷 当然他一面是一个张嘴愤怒的表情 另外一面呢 是一个邪笑的表情 他上面的这两个飞行器呢 看一下这个表现还行吧 然后这个转动还是转的挺快的 注意看他这个圆盘 圆盘上面还有金银两字 然后注意看这样一个 我总觉得 他融合了银两两仪的效果进去 那这一辆呢 是这一套里边的一个小载具 也就是反派金角大王 以及银角大王的这一辆小摩托 一个算是一个三轮的摩托吧 看上去的设计比较简单 他的后轮呢 直接就是这两个弧心把按在上面 然后这上面金银这个图案 大家应该刚才在金角大王的 背上背着的那个东西上面 看到过了 这辆车的设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前面有一个位置 你可以放银角大王 来我们让银角大王坐在这上面 然后后面这个位置呢 正好你是可以把金角大王挂在上面的 那让金角大王的脚 跟后面的这个凸点相连接 然后把它往后一放 你看金角大王正好就挂在后面了 来出击 那看完金角银角大王 再来看的呢 就是这里边的 这个主要的东西 就是这一辆云霄战车 那这一辆云霄战车呢 猛一看你会觉得 它的配色跟我们之前做的悟空小侠的那一架云霄战机 是比较相似的 那这个也非常正常嘛 全部都是悟空小侠的载具 颜色相似也非常正常 而且你可以看到 不光是云霄飞机 呃云霄飞机 云霄战车 以及来往上看 那个悟空机甲 这个几个颜色都是比较相近的 但是跟那几个相比呢 这一辆云霄战车 它在这个轮胎的设计上面 又点缀了很多的这种 呃淡蓝色 也不能完全算淡蓝色 这个颜色 介于蓝绿中间的这种感觉 哎呦 这种特殊的颜色放在上面 这使得这一辆车猛一看啊 感觉就好像 它在天上跑 因为在蓝天嘛 蓝天 白云 对吧 它叫云霄跑车 那在整辆车上面呢 其实是有不少的地方 是点缀了祥云上去 可能设计师对于云霄的概念 就是用祥云来进行呈现 比如说这一辆战车 它后面这个大大的引擎 那这个引擎口这边喷出来的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种祥云的零件 看上去 它就在喷着祥云来前进 另外你可以看到 在轮子上 你看像这边 也有祥云的元素 车身侧面也有祥云的元素 前轮一样也有祥云的元素 总总这些地方 这种祥云的元素 都使得这一辆云霄跑车的这个概念 这个云字在这个外观上面更好的给体现了出来 另外这辆跑车粗一眼看上去 这两边大大的引擎进气口 以及后方外路的这么个八缸引擎 总让你觉得这一辆车的马力是非常的强劲 那这些流于表面的外表 使得云霄以及跑车 这两个名词的特性都很好地体现了出来 那它的玩点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驾驶舱的部分 来 它的驾驶舱盖呢 是往前翻开的 翻开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里边的一个方向盘 后面的一个安放的座位 这一个车呢 这里边是没有仪表台的 对 你没看错 是没有仪表台的 我们也可以把齐小天 让他坐在这一辆战车里边 因为本身它就叫悟空小霞的云霄战车嘛 所以齐小天坐在里边 也算是正常的 来 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齐小天在这个战车里边呢 他一定是要往后稍微躺一下 才能够比较好的坐进去的 如果不躺的话呢 这个盖子是盖不上的 目光再往后面移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发射器 那前面看了我们拼搭过程的朋友 应该知道 这个呢 是两个这个长感弹的发射器 那这里也是全套的一个发射机构 这个发射机构的设计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来 我们把这个红色透明的长感弹 把它给塞进去 塞进去之后 你会发觉 后面这边有个按钮给弹起来了 那我们只要按下这边的按钮 这边的炮弹就会打出去 来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哇 打出去的力道还挺猛的 所以你在玩的时候 千万要当心啊 绝对不能对着人或者宠物来进行发射 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此外 它的后轮 以及后面的这边喷射口 也是采用了齿轮连动 你看 我们只要推动这一辆车 我们把前轮抬起来啊 只动后轮 看到没 只要后轮再转动 这后面的这一个喷射口 它后面的下面的底座 以及外面喷射的响云 会以相反的方向来运作 来 你看到没 来我们转过来一点 让你看到可以仔细一点 看到没 这边是以相反的方向来进行转动的 这一点会使得这一辆车 在推动的时候 特别的有趣 总体而言 这一盒659片乐高积木 构成的这个悟空小侠的云霄战车 以淘宝价的400元不到的价格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可以接受的 它本身的玩点相对来说比较丰富 而且这里边的这一辆战车的设计 我觉得设计的也是不错的 特别是这里边还有独占的这种人载 这也使得这一辆车更值得移入来玩一下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乐高悟空小侠系列呢 这种轮式的载具有不少 如果你对于这一辆正派的轮式载具 并不是非常感兴趣的话 我建议你也可以看一下之前 坏雪特别喜欢的那一辆 红孩儿的战车 那一辆的设计也是挺棒的 好了今天坏雪特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核乐高悟空小侠系列80015 悟空小侠的云霄战车 你还满意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